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今天我只是听众 我打算上台 你看我装都没化 他邀请我来说几句 关于港剧也很荣幸 不过很想听保华姐的故事 以及她怎样看港剧 也学了很多东西 寶華姐其實是我電視圈的一個伯樂 因為我入電視圈其實是寶華姐帶我入行的 在友台的時候 都差不多認識寶華姐有十幾二十年的時間 也有程義傑在這裡 今天在講talk 一定要來支持 而且也覺得很奇妙就是 寶華姐其實去了國內發展有十幾年 這次我從來沒有想過寶華姐會回香港 會支持香港的劇集 拍攝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再拍寶華姐 也是自己沒有想過的 沒錯 多功能老婆 這次第一次跟寶華姐合作 以前聽過她有多厲害 包括劇本 人很可怕 的確 文明不如見面 她可怕是因為她的對白太好 和劇本太好 雖然我都在慢慢學習演戲 但她的劇本真是 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對白都很有意思 之前我看不明白 但現在我看不明白原來是這個原因 之後這個反應 就有整個劇歷就出來了 原來是這樣 所以在她身上 雖然被她罵 但是賺了很多 你也打算拼咀 那她一定打算拼咀 和寶華姐也喜歡別人打算拼咀 對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有人可以克制到Tony 是很少的 因為她的口才很厲害 你看我在這裡不敢說話 我聽到聲音 好燃氣 馬上好害怕 好玩的 其實Tony是一個開心歌 真的開心 這個劇也開心 開心的 是 剛才都賺你了 現在是小優的人才 當然了 上台說話當然要賺我們 難道說我們臭小子嗎 就是 下去吧 很正常 哈哈哈哈 不是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真的 還有很多東西要 剛才台上那麼多前輩 我們真的有很多東西要學 是的 我覺得就算做了幾年 有多少經驗 其實每一天 都要當自己是新人 去吸收新的東西 這件事反而是重要的 嗯 沒錯 現在沒有主播就開始了 Tony 好像第一集就領了一項 第一集是做了第一集的嘉賓 很榮幸 哈哈 榮幸還是不幸 哈哈 不過暫時好像都不能透露太多 裡面的玩法 但是就做了第一集的嘉賓 好看 一定要支持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歇歇的 聽到鎮浪那些說 有些幾乎沒命 是的 那就是我的好兄弟 是做主持的 所以我也怕會不會有一天 被他抽中上來 又不好意思或推他 所以現在我盡量有蕭靖藍的信息 我都不聽 有挑戰 這麼糟糕 我就不信你都搞到我 我聽說張鎮浪幾乎吃了那碟東西 幾乎走 好像是 我也想著他身後事點 哈哈 你也不少東西 扯回我去 Texter 哦 當然 看見美女當然是甚麼 扯敲 你以為扯其他東西嗎 哈哈 我遲些會做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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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你好 你看看 你看看 這個 你就是 一會兒